这一段时间,王一博似乎很少出现在公众面前,但是,关于王一博的消息却从来没有断过,这大概就是传说中的人不在江湖。 但是,江湖中一直都有传说,想要拍摄出一部优质的古装剧是需要非常细心的,包括很多细节和剧情都需要花费更多的心思去设计,因此,很多作品评分低,口碑差都是因为设计不合理,不够细致。 最近风起洛阳的关博晒出了作品的浮化道设计,无论是服饰、妆容还是道具都是很细致的,其中有一张王一博的剧照中,王一博手中拿着的道具也引发了网友的热议。 经过粉丝们细致的分析,大家才意识到这部剧是有多细节,其实,早在关博晒出预告片的时候,大家就感受到了这部剧的质感很高级,每一帧的画面都好像电影质感。 看到宣传之后,网友们也都感叹,王一博真的很会选剧本,王一博出道很多年,入行影视圈也有很长时间了。 但是,王一博并没有盲目地接很多剧,从陈情令之后,王一博开始爆红,随后,王一博出演理想照耀中国,拍摄了基督教育类型剧《冰与火》,王一博选择的每一部作品都很有意义,而且通过这些经历,不仅证明了王一博的眼光很好, 同时,王一博敬业精神也感染了很多前辈,导演和同行,和王一博合作过的很多前辈,都对王一博有很高的评价,能够看出这一次的风起,洛阳也是一部热度和口碑并存的作品。 有王一博的地方是不需要担心热度的问题,王一博本身就是行走的热度,虽然王一博很少参加综艺节目,但是,王一博的名字都是经常出现在各种节目中的,因为仅仅是一个名字,王一博也能够为节目贡献很多热度。 总之,风起洛阳真的是一部非常值得期待的古装剧,期待这部剧能够早日和大家见面。